7月22日,四川省雅安市汉原县马列乡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第三天,中心设计者再次前往搜救现场。 穿过密密麻麻的玉米地和花椒树后,记者见到了第四搜救小组。 他们共有20余人,携带无人机、生命雷达探测仪、搜救犬,搜寻范围为马列河下游1.5公里长的河道。 烈日炎炎,遍布泥土、石块和杂物的河道上,20余名消防员一字排开,一起向下游搜寻。 一只搜救犬在训导员的指挥下将鼻子紧贴地面,一步一步嗅探着石块和泥土中的气味。 当发现有可疑目标出现,搜救犬就发出警示,消防员训即围拢过来。 石头相互挤压交错,缝隙被泥土填满。 他们徒手扳开石块,并用铁稿清理泥土。 我们到达现场过后,对搜救犬先要进行搜救犬的防复,穿上犬鞋、犬衣,然后避免它受伤。 然后到达现场过后,对现场进行评估,再对犬进行充分的激发,然后再去搜索。 当搜救犬发出示警过后,也可能会是废居下面疑似被困着。 对犬来说,衣服、被褥这些都是对他有一定的干扰。 对于他刺警后,我们会主持人员再进行精细的搜救。 今年60岁的何玉芳作为向导,走在救援队伍的前列。 凭借经验和方向感,他总能在破乱不堪的河道旁找到进出的路。 这位皮肤有黑的老人,爬土坡,走石滩,脚步稳健。 何玉芳说,自己帮不上太多忙,带好路就能让救援人员多省心。 沿着河滩行走,随时能看到泥石流的破坏力,近20米高的大树横跟在河道上。 粗壮的树干也被折断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面对复杂的河滩地形,有时消防员需要搭建绳索才能前往对岸搜索。 消防员郭景天伸绑着绳索,小心翼翼走过倒在河道的树干。 到达对岸后,快速找到合适位置,将绳索一头固定紧实。 不一会儿,树干两侧就多了两道绳索扶手。 由于河对面被河水阻断,我们搜救队员采取从树干上通过前往河对面安全旗舰。 我们在树干上搭建了一所绳索作为保护,使搜救队员通过树干前往河对面进行搜救。 当天,这段长约1.5公里的河道,搜救小组花了近8个小时。 消防救援人员克服了地形、天气等困难,仔细搜寻着河道的每一处角落,不放弃每一丝希望。 沿着河道,从1.5公里处到3公里,这区域进行一个搜索。 搜索的区域范围大,区域内的杂物多,再加之天气比较炎热,对搜救带来的一定的困难。 我们采取的主要方式是一致型的钱表搜索,然后还有搜救犬搜索,生命探测仪搜索。 记者从汉原县马列乡720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指挥部获悉,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持续紧张进行。 截至7月22号14时30分,已搜寻到遗体14具,仍有25人失联。